自從香港政府一個月之前推出新的亞裔炒樓的措施以來 香港這個地產成交都是下價 那麼樓價平均是跌了10%左右 因為這個措施是針對炒價的 所以這個樓市肯定一下子就冷下來了 那麼預計明年還會持續這樣 那麼樓價也不會上漲 那麼香港的地產股今年還是可以維持相當高的利潤 那麼到明年之後這個利潤肯定就沒有這麼高 所以地產股還是維持這個孤瘦這個評級 我看地產股還有下跌的壓力了